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从单位那样衍生出来的屏幕 就是这些类型一 A B 长是10 这边不用刮 还用写的 跟A B 反向 现在就可以求A B 了 求小姐的 A B 跟 A B 向量有反向 那你先走 先走 A B 向量 A B B 减 A 后面减前面 负 3 减 0 5 减 1 负 3 4 A B 向量是负 3 4 向量 然后酸压度长 这等于好像在找三位 这样的意思 酸压度长 A 平方加 B 平方开 根号 这样 3 4 5 减 1 负 3 4 5 啊 他就是把这种 这种提示 他看到烤好几次 所以把它凑在一起 叫做统测长烤提 懂吧 这边一样的就看到三提 都是这个意思 A B 是5 A B 是5 A B 是10 是不是2倍 2倍 2倍 但就是反向 反向意思就是 参加负号 所以你A C A C 是负2 这样的 负2倍 2倍 2倍的话 长度就变成10了 负的话 就满向 好吗 A C 应该是负2个A B 像这样 所以这边要乘个负2 这边乘个负2 A B 对 然后负2成进来 6-8 然后负2成进来 6-8 然后负2成进来 6-8 负2成进来 负2成进来 可是这不是答案中 是A C 向量 它是為你這個C點坐標 不要掩花啦,它是為你C點坐標 就你AC向量 兩點頭加再算一次 AC向量 A-0 B-1 A B-1 這邊坐標 再算一次 A-0 B-1 A-0 B-1 然後現在才可以對過來 A-6 B-1 對到負8 然後過來加1 負7 所以是6負7 6 負7 好啦 這很簡單的題目 我都做類似啊 同種題目也不用做到三遍了 兩遍就夠了 很多都沒有戴口罩啊,同學 啊 啊 很多分 一發進去的,馬上就 那個 健康中心那個條件的時候好像長毒損一樣 啊,現在就冒好幾個 啊 因為大家都不戴口罩啊 一天之內就會傳好幾個 嗯 嗯 一家就說我們六七個 一個班 這樣懂嗎 他通常都是剛好差個整數倍啊 會差個整數倍,那邊是銅價還是反向 現在是A7這樣那樣 再讓他長 只把他來剛好是兩倍 那反向應該乘個負2 哦 反向就乘個負的 6負8 那這個A7這樣呢 你要 跟著標算一下 那個對一下 這不是很難題啊 好 好 所以 同樣的情況 你們看來 過幾年又出現了 過幾年又出現了 所以要把歸在土側藏口罩 是這個意思 啊 前幾年口罩 又來了 但是要是 0時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增加A是XY,增加B负52 增加A的长度52 反向,增加A跟增加B反向,方向相反 那这比类比例要简单一点 你要直接点向量,不用两点头向量 那你就算向上B负2长 A平方加B平方开根号 25加144,169,13 5,12,13 5,12,13 这里更简单一点,直接给向量 4倍,刚好是4倍 那反向,增加A长度4倍,方向相反 长度4倍,方向相反,就成功库号 所以成功库号20-48 长度4倍,方向相反 长度4倍,方向相反 那你足标加一下 加不就是减吗 对 好 好 礼拜五就要从外看啊 就得人交作业的意思 你至少老师讲解 而且这几地方要写吧 还有一张个 作业子就讲在前面 这里更简单一点 说定是 嗯 嗯 嗯 我再招一下 他下面有点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不起 要顾动 要顾 顾 顾 真的超好吃的 它可以以下量的長度 口菜的氣打 是給你算內積用的 給你算內積用的 這個情況要自己求內積 自己求內積 下量A 內積下量B 這是重要公司 連續跑十幾年 長度相乘口菜氣打 所以是 5乘13 6度分數33 先自己要求內積 長度相乘口菜氣打 然後65約掉 33 然後給 就像多量式的乘法 就是分配率 你像多量式那样可以 就这种分配率这样 这样 这样 懂吗 那这个乘到这个 现在自己内积自己就是长度平方 自己内积自己就是长度平方 然后这边有四个 四个下量A,内积,下量B 然后这边减两个 减两个 然后这边再减一个 下量B长度的平方 分配率 分配率 2个平方 加2个33 加2个33 再减6 加2b的平方 加2b长度的平方 这个内积4减2剩2个 然后计算一下 9的7是这样来的 好吗 先算出内积 然后再把它分配浴进来 跟多项师一样的 再把这些长度可以积带进来算一算 好吗 好吗 再内积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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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求向量A和负向量A加两个向量B的夹角 他给你AB长度是一单位向量夹角60度 那就可以算后面两个夹角感觉有点怪怪的 好像桥币不足 那喜剑山一样在内积啊 长度将成夹角余玄 长度将成夹角余玄 那口袋62分之一啊 口袋62分之一 那你就算算那两个向量的内积 那边这个内积啊 它是特殊情形啊 啊 就是内积会为临啊 啊 把它呈进来 呈进来 呈进来 哦 就变成 负的 平方 加两个 变这样 那像这个长度一啊 负一平方 二乘二分之一 就是负一加一 底 内积为临什么意思 垂直 内积为临角是垂直 所以夹角90度 好吧 它出了这个特殊情形啊 所以条件价就够了 够你算是内积为临了 所以 这两个 像A跟这个 夹角是90度 好吧 这种分配率 内积分配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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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66頁,這個其實在58頁做過, 有什麼鎮定性,他覺得很重要,這個優劣一變,這種題目有一陣子蠻紅的,有幾年常常在考, 有幾年特別對我們,我們看60月內題, 他給你, 下量U的長,下量B的長,夾角,然後求這個,三個下量U加下量B的長,完全沒有坐標,這個記得吧,大平方,平方在開根號,重,平方在開根號,這個內交自己算了,他沒有直接給你, 長度相沉,口散,是120度,三分之二拍,主要拍是180,120度,口散120度, 口散120度,副二分之一,都背起來了,做到都會背了,副二分之一,約了,副五,內積是副五, 副五,這要自己算, 好,副五,這邊好了,怎麼知道這個,我們會先知道他的平方啦, 啊,這是很特別的做法,沒辦法直接知道,可是我們會知道他的平方,就剛前面怎麼分配率那些來的啊,那就這樣這個,多樣子展開, 來,9個平方,2AB,6個內積,再加一個向量B長度的平方,這樣,A平方,2AB加B平方,A平方,2AB,B平方,然後再進來,9乘2的平方, 那一條向量B長度的平方,那一條向量B,5的平方, 那一條向量B,5的平方, 這種全部都是這樣做的啦,啊, 31,31, 那你答案的平方是31,這應該要開根號哦, 加下量B, 根號31, 好嗎? 這有這樣的鎮定性,啊,這鎮鎮也蠻重要的, 好嗎? 自己先上訓練一機,你如果第一關都過不了,不用說,他要平方便這樣, 再進來,算一算,記得開根號, 這樣一禮拜五課本就交出來啊,不然以後找不到什麼時間,再幫你改課本了, 下注小桶,就等到月口以後了, 這次就三個單元, 好, 月口一到三啊, 就是第一側,很正常, 第一側, 大概是四個單元的, 大概是四個單元的, 這邊說好喜歡的題目,啊, 就改, 相當A,相當B, 好,來,招起來, 禮拜五就改到67了啊, 67類比一, 下注小桶, 來,招待一下, 非常快的,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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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告訴你向A垂直向B 那就等於告訴你什麼,內積為0 對,人家都講垂直,內積為0 然後給你這個,求向量B的長 它說是向量B的長 要把這個向量A 兩邊平方 都是這個技巧 兩邊平方 A加B的平方 A平方加2 A加B平方 A加B平方 這平方是25乘5 25乘5 五更號5的平方是25乘5 那这个降业的长是4更号5 4更号5的平方 那这个是0 降业的降业是0 那这个降业的长就是要问你的 一号五 这个平方是16乘5 16乘5 80 那这个是0 所以说80加上0 那过来也解 一号减剩下45 然后再开更号 更号45 9545 这是3更号5 原来是345 345 垂直 345 345 4 4 5 5 34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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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5 5 5 6 5 6 以前幾乎做不到討測題的 以前光是前面整理的就很多了 很少做到討測題 沒時間 光說前面整理都做不完 他現在把一些挑到後面了 67AZ1 這個比較難難 這是素養題 我們在課程有一個缺點 素養題有點少 如果說像今年這樣子 素養題都是所謂的情境題 今年的素養題是情境題那還好 可是67AZ1這個不怎麼情境 他比較像故里的題目 你看類似 這個 應該歸在故里吧 所以 這是相量對故里的力學 這個已經在高中課本了 這樣跑到這邊了 這個來不及做 先提一下 他現在說呢 左手36公斤 右手 48 36 然後求他的體重 就要這樣乘一個平衡 他這樣拉入乘一個平衡 以前有一種題目是說 左右兩隻狗 然後說這個夾有幾度 他這樣你把這個平衡過來 他會剛好平衡 就表示這三個乘一個三角形 可以乘一個三角形 是這個意思 是沒有人家怎麼講得出來 是故里的 你把這個平衡過來 就這三個加起來 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形成一個零項量 是這個意思 所以相量A加相量B加相量C等於零 他的第一步是這樣 這是以前高中的題目 這樣來不及做 我的方便是 下量A加相量C等於零 成一個三角形 是這樣子 第五節今天要去禮堂 那個要提醒 高通安全跟反族 對你們很有幫助的